师父好 弟子迪安师台长请来 师父 师父 尊敬的卢军红台长 2016年4月23日 全球一千万新中的新领导师 世界和平大使 澳大利亚太平 绅士卢军红台长 悬疑动树 在万人现场解答会在新加坡 博览中心成功圆满举行 来自新加坡本土 北美 欧洲 东东 中国大陆 香港 台湾 澳门 日本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 三万多信众及五十多位法师 参加了本次解答会 师父 您在给我们大家开始这样说 以后让我们人间要先变成净土 让全世界到处都念大悲咒 让全世界到处都弘扬佛法 因为佛法是我们治理心和治理社会的甘板 请卢军红台长说一下 怎样更深入的理解 在当今社会啊 佛法是我们治理心和治理社会的甘板呢 其实呢 像这种事情呢 这个我们经常讲的 对不对啊 鲁家 这个 治家 治本 道家治国 治本 那么 佛家是什么呢 佛家是治心治本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所以这鲁是道嘛 是的 所以佛家 人心是最重要 一个人心好 对 世界都和平 对 人心不好 那么 大家都为自己活在自私心当中 慢慢时间长了 那么这个人就会 啊 把自己的 这个叫精神垃圾 对放到社会上 每个人都把自己精神垃圾 对放在这个世界上 那么这个世界就变成垃圾桶了 所以 对对 垃圾桶就要清理 那么佛家的思维 哲学 就是专门 来清理这些精神垃圾的 让人们想通 想开 不为自己 为众生 啊 不为 自私心 为公心 这样就是为人民服务 所以这一切 都是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善良 变得越来越慈悲 实际上这个就是 佛家的自心 所以希望 佛陀的精神能够传遍 每世界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人 都能够理解佛法 每一个人都能念经 你是保护自己的身心健康 这就是我们要 弘扬佛法的目的 让每一个人想通 想明白 这个世界就 充满着光明 和虔诚 好了 好 好